因為涉及兩宗六四線畫案 目前在監獄服刑的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 他的社交網站發了一篇相信是預早寫定的文章 悼念撤出香港半年的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還提到他在英國讀大學時積極參與這個組織活動 還有一個叫CAGE的活動 就是把學生困在籠裡接力叫路過的人簽名捐款 周恆彤還很自豪地說 有了這次蹲牢的經驗 所以之後睡馬路還是現在蹲牢睡硬板床 都不覺得是一回事 這樣也行,蹲牢也有特訓? 那就好,讓你活得豐富,死得精彩 當然,他當然不是為回憶校園生活那麼簡單 又在趁機大肆抹黑香港的形象 說什麼什麼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的撤出香港 是一個警號,香港正在扼殺多元 敵視外國公民社會團體難以生存地說 說來說去又是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 斷定一塊網紅上席 是會經常出現很多畫像的 實際上,周恆彤寫篇文章說漏了一個重要背景 就是這個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據報導,同近年在世界各地輕風作浪的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即是NED,關係密切 這個是否他們撤出香港的原因 你懂的,周恆彤呀周恆彤呀 蹲監就不要亂以正事 顧點自己先啦 真是極死人呀 居然還這麼厚硬 簡直是自取滅亡呀 有病毒立魚 居然還沒用 BERNHANG BURP J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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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DA